一般人掉了錢應該都相當緊張 不過台北市這位林先生 他搭計程車時 掉了價值30萬元的美鈔 因為想不起在哪裡掉的 居然沒打算報案 而直到小黃的問獎 自己發現來到了派出所 這才終於巡線找到 計程車司機急忙走進派出所 向警方匕首畫腳 說有乘客在他車上掉了錢 問獎數著手中美金鈔票 這才知道不得了 一共是30萬塊現金 捡到這麼多現金 小黃問獎想都沒想 趕緊拿來派出所報案 警方透過存折布上的姓名 請求銀行協助 聯絡這位施主 才半個小時就找到了他 看他組著拐杖 慢慢走進到派出所內 不慌不忙的樣子 看起來不太緊張 施主告訴警方 因為自己行動不便 才會提理免金 要去保醫療險 警方問他不知道錢掉了嗎 他竟回答想不起來掉在哪裡 就想說算了 淡定的說法讓警方也很傻眼 一般來講 掉那麼多錢的 通常都會先到派出所去報案 然後也會很急的想找回這筆錢 只是說 這位先生他 就是完全都不緊張 原本打定主意找不回來 現在30萬的保險金失而負得 林先生趕緊包了2000塊給小黃問獎 不會對比撿到錢的司機先生 出清的施主淡定態度 讓人跌破眼鏡 記得洋宗聖皇軍志 才被撞不倒